教授所讲述的故事跨越了五十多年 期间伤痛和宽容 失落与满足 刻骨铭心的记忆和不可挽回的遗忘 不断交错碰撞 无论选择铭记还是遗忘 这都是一段应该了解的历史 并且他还将以独特的叙述方式挑战您的听觉记忆 在谜底揭晓时获得彻悟的满足 请听芳芳的长篇小说 软霾 演播 燕姬轩 丁子桃定住神 他看了看清临 清临的兴奋和快乐 使得清临满脸都闪着光芒 清临的快乐 就是丁子桃的快乐 丁子桃于是把酒放到嘴边 一饮而饮 清临大叫起来 哦 老妈 你太豪迈了 哎 慢点慢点慢点 老妈 别喝猛了 这可不是白开水 啊 多么熟悉的味道 夹杂着的 除了植物和泥土 还有汗水和兴气 低气和哀嚎也一起相伴而来 丁子桃的 丁子桃的背 丁子桃的背 剧烈的疼了起来 清临看到了丁子桃的异样 紧张的说 老妈 你怎么样 哎呀 我的背 好疼啊 是枪托打的 哎呀 他下手好重 打得我好疼啊 老妈 你说什么 有人打你 用枪托 老妈 你还好吧 我的背 好疼 清临 赶紧站到母亲背后 轻轻的 帮丁子桃揉着背 哎呦 老妈 刚才可能喝猛了 哎呀 多怪我 老妈 别再喝了 吃点菜就好了 啊 我能这样跟老妈一起 安静的 坐在自己家里吃晚饭 真的很幸福 是的 丁子桃 也有幸福之感 他不再喝酒了 他要赶紧 忘记那酒 带来的味道 他要跟儿子一起 愉快的吃晚餐 要聊他的孙子 和媳妇 还有清临 即将开始的新项目 就这样长一句 短一句的闲聊中 丁子桃的背腾 渐渐消失 晚上 丁子桃 在清临的香陪下 回到自己卧室 卫生间 一切都兴起 保姆冬红 在一缸里放了水 水温不冷也不烫 丁子桃 丁子桃脱了衣服 泡在热水里 他几乎没有印象 自己这样洗过澡 甚至 他连冷热水 如何放出来 都不太了解 东红细心地 老板 所有老板 所有老板家的生活 都是这样的 东红 掺着丁子桃 走到床边 又扶着他 躺上了新床 把新被子 拉过来 盖在丁子桃的身上 紫色的背面 覆盖着他的身体 他又开始觉得 哪里有些不对劲了 清林进来说 他明天一早 就要赶回南方 把所有手续办妥 再回来 大概需要几天时间 但是东红 会一直在这里 照顾妈妈 还有司机老张 也留在这里 清林会去把 出租屋的东西 全部拖过来 除了房子大一点 有人陪伴以外 老妈就像 以前生活一样 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丁子桃点了点头 他知道 儿子的工作是大事 清林到过晚安 便离开了房间 丁子桃觉得 真的有点累了 东红放了一杯水 在他的床头 笑着对他说 老太太 好好休息 呃 加蜂蜜了吗 小茶 东红笑了 呵呵 你是要喝蜂蜜水 还是茶呀 那 明天我去买 老太太 我叫东红 你要记得呀 你 不叫 小茶了 你是 我从娘家 带过来的 你从小 就跟我来 呵呵呵 小茶 老太太 您喝多了 我是今天 才到吴家的 丁子桃有些晕 便没有回应 这的确 不是小茶 但是 小茶 在哪里呢 她躺倒在床 觉得有深深的困倦 困倦的 睁不开眼睛 清床很宽大 很舒服 被子散发出清香的气息 柔软的 令丁子桃的身体 变得很轻很轻 然后 她就有 飘飘欲仙之感 仿佛自己 正在升天 云彩 恰好游走过来 一层层的 堆在她的脚下 她不禁 一脚 踏了上去 辽阔的云层 跌跌向上 她一步一步 朝前走 像是踏着 一级一级的台阶 她心里 充满好奇 尚无止境 她也停不下来 走着走着 天空 突然变得很蓝 她身不由己地 跑了起来 向着那片 湛蓝的天色 恍惚间 回到了年轻 那时候 她就喜欢这么跑 喜欢这样 轻快地跳 踏上台阶 台阶是石板的 青色中 透着光亮 前面 经常有人 向她招手 忽然间 她又看到了 很多年前 那双经常扬起的手 她 朝丁子桃喊叫 又双手 向丁子桃 伸展开 多么熟悉的场景 丁子桃笑了起来 以更快地速度 奔向 那个展开双手的人 这样的感觉 真是太好了 突然之间 台阶 消失了 丁子桃 来不及收回脚步 一脚踏空 身体便开始下振 坠落的速度 比她视材飞升的速度 快得太多了 她不禁尖叫起来 陆中文 拉住我 拉住我 但是丁子桃 看不到那双手 她连自己伸出去的手 也看不见了 所有的一切 都被农女人裹住 白茫茫一片 什么都看不到 她伸出手 不停地抓 双手 交替地抓 但却 手手抓空 瞬间 她脑子里 蹦出了一句话 落了片 白茫茫大地 真干净 她想 红楼梦里的 白茫茫 大概就是这样了 于是丁子桃 不再挣扎 心想 看她到底落哪里去吧 如此 她就只剩 有一种感觉 除了下坠 还是下坠 就这样 她从明亮的云彩之上 一直坠着 坠着 眼前的茫白 渐渐变灰 再去昏暗 直到深黑 这黑色 无边无底 忽然有一个人的面孔 浮在漆黑的底色上 他捂着脸 张着嘴 大声地说着话 你会下地狱的 阎王老爷会收拾你 这张面孔在黑暗中 显得十分清晰 丁子桃 认了出来 这是她的二娘 父亲的姨太太 丁子桃不经尖声叫道 二娘 不是这样 不是的 没有人听到她的声音 但是她 已然知道 这就是 黑暗之深渊 她已经 深陷其中 刘静元 每天早上 去红山公园散步 她的头发 胡子 全白了 连眉毛 也是白的 脸庞 却呈乌红色 红白相应 很容易 让人记住这个形象 沿路 都有人跟她打招呼 全是走来走去 看熟了的面孔 自从公园敞开大门 不收费以后 散步 便成了刘静元的习惯 起先是跟老婆一起走 走着走着 就把老婆走 走没了 老婆是心脏病突发死的 此时 正坐在沙发上 看电视呢 看到刘备三顾茅庐 诸葛亮 常睡不起时 老婆叹了一口气 这口气 叹得有点长 但是 并没有人在意 刘静元 坐在另一张沙发上 眼睛盯着电视机 跟老婆说 哎 当年 我要帮吴嘉明留在医院 还往军分区 跑了四趟路呢 人才 就得是这么勤 刘静元 说了半天 没有人回应他 他几乎生了气 有点怨怒道 嘿 你忘记了你的命 是人家吴嘉明救的 转眼间 他才觉出 哪里不对劲 一摸鼻息 发现人 已经没了 刘静元 跟老婆的关系 谈不上有多么好 但不好 不坏 也过了一辈子 习惯了这个人的存在 尽管早知道 老婆有心脏病在身 仍然难以承受 瞬间 老泪竟流得满脸 那天晚上 他家门口 火急火燎的 来了两辆车 一辆是急救车 一辆是 病葬车 在家的两个儿子 小的 送刘静元去医院 大的 送他老婆 去病医馆 刘静元后来 根本记不得 他是怎样进出的医院 只知道 回家后的第一天 他便 接着去公园散步 刘静元 头一次 如此 形单影支 也头一次 绝出自己的 孤单落寞 便是这一天 路上 有个匆忙走路的年轻人 迎面走向他时 朝他笑了笑 这份笑容 令他 有熟悉感 而这熟悉 又带着久远的亲切 和温暖的气息 他想 以前是谁 朝他这样笑过呢 那张脸 似乎就在眼前 却怎么都想不起来 在此之前 他从来没有注意路人 也没有在意 过往人们的脸上 是笑着 还是板着 现在 他居然看到了 路上陌生的行人 朝向他的微笑 他不禁 也咧开嘴 笑了笑 这一笑 便把心里存留的 一点孤单 落寞 笑忘了 刘静元 在这一带 已经住了多久 他自己都不太清楚了 时间在他脑子里 像一根漫长的绳索 长的打了结 并且是一团一团的纠结 混乱不堪 尤其是退了休 人清闲了 身边琐事 便都像气泡一样冒出来 首先是 小孩子都成了大人 原本淘气的 令他恨不能揍死他们的两个儿子 居然都人模狗样起来 开着轿车 带着妻儿回家 也一个个派头十足 老二 刘孝川 更是神气活现 只要他回来 一句话不说 先甩几条烟 号称都是上千元的 又或是抬几箱 特制茅台酒 而自称 前来孝敬二老的他的下属 几乎要排队 刘静元很讨厌这些 却也不能不接受 毕竟 有人孝敬 也是幸福 没有了权力 自家单位的人 不再过来拍马屁了 但而被下属的马屁 也一样是马屁 舒服程度 完全相同 再就是屋前屋后 房子马路都变了 楼高了 路宽了 车多了 以往熟悉的一切 全都变得陌生 而相识已久的人 则是隔三差五的失踪 他们去了哪里 刘静元自然知道 那个地方 他自己迟早也得去 有熟人去打前站 是件好事 等他再去的时候 日子便会好过得多 所以他不悲伤 只是那些曾经的参照物 固定的或是活动的 都一点点消失后 他脑子里纠缠成团的绳子 便仿佛被人剪成了 一截一截的 存放在记忆中的东西 也随着那把剪刀的抖动 而陆续删除 人就是这样 若没有旧物提醒 很多事情就跟清灵一样 从来没有发生过 以前他的老下级 吴家明就经常爱说 忘记 是人最好的一个本能 这天早上 刘静元散步走出公园 突然想吃刀削面 他离家多年 早已习惯南方的菜肴了 无论清淡还是麻辣 他都爱吃 儿子刘小川曾经总结说 爸爸的胃 南北兼容 东西并收 是一个开放大气的胃 相当符合改革方向 刘静元很喜欢刘小川的这句话 但是现在 家乡的刀削面 却像钩子一样 勾住了他的心 邻静街边有一家静面馆 是他老早就知道的 以前动面想要去吃 但老婆是四川人 对山西面全无兴趣 坚决不去 家里的事 一切都是刘静元做主 但是在吃的问题上 他却是听老婆的 因为做饭的人是老婆 所以 面馆的距离 近到他 甚至能够闻到面香 却从来没有去过 这一天 刘静元决定 弯一脚过去 听众朋友 方方的长篇小说软埋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此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并获得2016年当代杂志 长篇小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